萬歲千山中橫 喜劇風急如犯 電視電影上的每一招每一息 全部源於稿子上的鐵或銀鉤 天龍八部手稿拍賣連金融都沒有 這張就是手稿了 拍賣場地的負責人說 手稿價值除了和作家名氣有關 這張天龍八部手稿只有一頁 連金融自己也沒有 所以喜劇價是其他手稿的十倍 去到一萬元 還有危康、黃占、李璧華等名作家的手稿 今天和明天拍賣 而近年也開始受收藏家追寶的名人書信 拍賣會都有 包括五庭方百多年前的簽名公銜 而拍賣底價最高的 是繪畫清朝苗人風俗的畫冊無本 因為原作已經找不回 所以喜劇價到五萬八千元 所以喜劇價到五萬八千元